老婆 老婆 這個姿勢好熟悉 好像漱口 案子出會怎麼樣了 目前已經鎖定了三名嫌疑犯 晚點就會個別進行證訊 學長 謝謝 那我去看看吧 魯蛇學長怎麼會是你 你該不會要來摸魚吧 這次的案子非常複雜 馬上就已經鎖定了三名嫌疑犯 身為原住民的你 懂得分辨狡猾的嫌犯嗎 什麼摸魚 講這樣 是上面來派我這邊支援你的好不好 上面派你來的 真的假的啊 不要到時候又讓我收爛攤子 那在乎魚咧 我是誰 搞清楚好不好 那你市長那麼高幹嘛 看到學長也不敬禮 沒大沒小孩 對不起咧 你懂還是我懂啊 你厲害 你懂 講大聲一點 學長厲害 學長最厲害 是我 人是被你殺的 我只是他繳停車費的 怎麼會這麼剛好 就在你離開不久 馬上就有人來報案 應該不是他 你在說什麼啊學長 我在忙耶 不幫忙就算了 別來亂啦 他總的一起來邊支援的 連跟死者都面見過面 哪來殺人動機啊 來 這是今天早上我去他們公司拿來的幫表 你進去看一看 哇 平常都丟三落四的 今天怎麼這麼厲害啊 去 說 人是被你殺的 都說了 我是住樓上的鄰居 而且是我報的案耶 如果是我殺的 我幹嘛報案啊 我看起來 有這麼笨嗎 吃 看起來的確是 一點沒錯 這尊全全用神的眼睛 怎麼看 都是人中之龍啊 對啊 有其他住戶表示 你跟死者的關係處得不好 經常發生爭執 那為什麼發現他發生意外的時候 卻又幫他報案呢 我怎麼會知道下去倒個垃圾 會遇到這種事啊 大半夜還特別下去丟垃圾啊 我有潔癖啊 我沒有辦法忍受 有一包垃圾 在我家裡一整晚 有問題 怎麼說 別想你們直接幫你丟垃圾 不會 他人也不會 可是他說他要潔癖 好 人就是你殺的 飯可以亂吃 話不能亂說啊 小弟 警察先生 人真的不是我殺的啦 看你的樣子 就沒幾個錢 該不會是為了錢所以 警察先生 你們一定要相信我 人真的不是我殺的 原來你是演住民喔 原來你是演住民喔 喂 你們在問第三個嫌疑犯的時候 你不覺得怪怪的嗎 我也覺得他怪怪的 肯定是他 不是啊 我說你說的話怪怪的啊 我 我說了什麼 整個個子已經問你在說 人是他殺的啊 你看他的臉 就是兇手的樣子啊 人八成是他殺的 他跟死神沒有任何的交集 我看他啊 也不像會誰去殺人的兇手啊 可是你看他的樣子 這麼笨拙 講話又滋滋烏烏的 肯定有問題 欸學長 學長 是這樣子嗎 你刻板印象 這是你自己認為的 看他啊 也不像你說的這樣子啊 是啊 學長不要走 你不是說要幫我嗎 學長 我這麼不相信 他有這麼好心耶 他喔 如果是要報警 他也是因為老闆太差 他倒不掉啦 怎麼說呢 喔 之前他兩個還在那兒玩家 那房子都要翻起來了 他們竟然吵架嗎 平均三天一小炒啦 五天一大炒 董老師那個男的在找茶 這樣你受得了啊 誰受得了啊 他們兩個都不肯班 難道你要其他的租戶班嗎 真是太過分太誇張了啊 真正就是這個樣子 學長 你是說真的假的 找我的話去說 試試看我就知道了 你們又找我來幹嘛啊 該說的我都說了 你們有完沒完啊 你就別假裝 你聽不懂中文是不是 我說的不是我 一看你就是原住民 辦案邏輯有問題吧 還是說我要用足語講話 你才能了解我的明白啊 我要求請律師 以免被這個原住民誤害 所以用刻板醫生來嚇唬我 這跟竹琴一點關係都沒有 何況是在對面靈機說啊 事發的前一天啊 你才跟實質在那邊大吵一架 那是因為他音樂開得太大聲 吵到我了 所以我才找他理論啊 可不是只有那一天而已啊 我聽鄰居說啊 你們吵架的頻率非常高 連重負都受不了 那是因為他太誇張 家人講不聽 繼續說 現在的大學生真的太誇張了 每天晚上都不用睡覺的嗎 音樂開得正額欲容的 別人也不用睡了 可以報警啊 那我會報警有用啊 你問他 我結局局次了 所以你人無可忍 就一不作二不休是不是 拜託你不要跳針好不好 不是我 我待約了錄影單 只看到你坐電梯下來 卻沒有看到你坐電梯上去 拜託 現在抖樓梯也犯吧 沒有 只是覺得很奇怪 你把我按了 卻不站在現場 我不只有潔癖 我還有精神潔癖 看到這種狀況 我當然是馬上回家精神啊 所以連電梯都忘了搭是不是 人家嚇到了嘛 那你後來怎麼又下來一次呢 還不是你們的人 打電話叫我下去說明案情 後來下來的時候 你手上拿的那一包東西是 衣服 我發現石子的時候 剩算穿的 對 你也知道我有 精神潔癖 這種東西是洗不乾淨的 笑什麼啊 可以尊重一下潔癖的人嗎 不好意思啊 我不是針對著你 我們跟紅色傳了一個信息啊 就在垃圾的裡面啊 發現沾滿血跡的衣服跟胸器 我想經過限定之後啊 這紙物跟血跡啊 就知道是誰的 怎麼可能 今天垃圾不是收走的 怎麼會發現 還什麼聲音 這什麼 垃圾車啊 早就已經收走 那你們怎麼還會發現啊 那你們怎麼還會發現啊 這是我學弟傳給我的信息 你們真敢騙我 鼻子鼻子 只不過我啊 技高一仇啊 喂 學長 這次真是感謝 謝謝 警察先生 謝謝你 真的太感謝你了 好 不用客氣啦 是你媽媽拜託我來幫你的啦 我嗎 你好 你好 你跟我同意知道 剛剛他叫你Russo 我還想說本來沒有什麼希望 沒想到你那麼厲害 謝謝… 什麼Russo 我叫Ruma Ligi 他本來寫我的名字 太難唸了 才叫Russo S I R 不是神 金城武也不信金 你也幫幫忙 我可是李章玉的學弟咧 學長 我怎麼都不知道你是 李章玉的學弟啊 李章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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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厲害了